上集讲到刚刚见笑的凤仙为了击败林兰决定统一整个北部地区 虽然他们先后拿下了和田二高黑笑工业与英明高笑 但是到七僧的时候却遇到了阻碍 凤仙三号人物完山在与七僧老大熊谷蜜艳的对决中完全落入了下风 然而就当完山即将彻底落败的时候一声怒喊却从远方传来 而发出喊声的正是凤仙初代掌门人四门佛陀 想不到四门在这个最为关键的时候终于赶了过来 四门的出现立即便引起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就连熊谷蜜艳也停止了攻击转头望向了这边 可此时的他并没有注意到原本躺在地上的完山因为四门的出现眼神也发生了变化 只见就在熊谷蜜艳转头望去的时候 完山猛然起身一脚便将其踹飞树米 再将熊谷蜜艳踹飞后完山擦干净了嘴角上的鲜血眼神也变得异常的坚硬 此时那位被人奉为英雄的完山终于回来了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四门的出现 必定正是这个男人将陷入困境的完山拉了出来 所以为了他完山就算拼尽全力也要获得胜利 只见完山在起身后又是一击侧踹直袭熊谷蜜艳 而这一次无论是力道还是速度都提升了数倍 面对这样的进攻熊谷蜜艳也只能选择防御暂避锋芒 至于在场观战的众人此时也是两极分化 之前还兴高采烈的七僧众人现在却满脸骨色 而凤仙那边则是在四门的带领下疯狂地为完山加油打气 不过熊谷蜜艳作为七僧的老大自然不会如此轻易地败美 虽然完山的攻击异常猛烈 但是他还可以找准时机给予还击 可他的那些还击对于完山来说根本不痛不痒 就当熊谷蜜艳凭借自己那超越常人的体魄硬抗完山的攻击时 完山也决定是时候结束这场战斗了 只见完山先是一击踢跃转体顺势而发 这一击也正中熊谷蜜艳的头部 随后借助下落的力道一击下批也在此袭来 借连承受这两击就算强如熊谷蜜艳也坚持不住倒在了地上 眼见敌人已然失去了意识奉献那边也爆发了惊天动地的那喊声 就连完山也探着倒地的熊谷蜜艳陷入了沉思 可就当众人以为战斗已然结束的时候 熊谷蜜艳竟然再次起身一拳轰在了完山的脸上 此时的二人无论是身体还是意志都已经达到了极限 但是为了身后的伙伴他们都不能倒下 而接下来也将是他们之间最后的对决 然而这个时候完山竟然发现熊谷蜜艳的耳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然掉落 失去耳机的他神情也恢复到了正常 完山也因此双目变得明亮 因为能与真正的熊谷蜜艳对决可是他向往的一件事 随后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二人全来脚往鲜血掺杂着汗水在空中飞舞 即便全身已然被鲜血所染红 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停止攻击 伴随着二人战斗的愈演愈烈围观的众人也不由地发出了惊叹 必定此时的战斗早已超出了大部分人的认知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伴随着熊谷蜜艳的一声怒喊 他也轰出了必杀的一拳 他决定靠着最后一击拿下这场胜利 只见这带着破风声的一拳正中在完山的脸上 可就当完山即将被骑轰飞出去的时候 四门的呐喊却在无形中给了他强大的力量 于是就在那千军一发之际 他竟然转身同样一击重拳回进了回拳 只见在这轮进攻结束以后 完山与熊谷蜜艳都已倒地 现在就看他们二人谁能率先爬起谁 就是最后的胜利者 在片刻之后一道身影猛然起身 而率先站起的正是七森的老大熊谷蜜艳 难道这场对决奉仙真的要落败了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必定他可是堂堂奉仙的三号人物英雄完山 就当熊谷蜜艳起身的时候 完山竟然一跃而起一脚下披正中棋的头部 在这一击下熊谷蜜艳也彻底失去意识倒了下去 至此完山也终于击败了这匹七森的猛兽 为奉仙再次拿下一城 最后我已经听从大家的建议继续更新奉仙花 所以也请大家打赏转发关注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你们的支持可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